各位朋友大家好 据后世的某个人说 这个后世的某个人到底是谁 我相信熟悉我的这个频道的观众 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据这个人说呢 在某一个时空里 曾经召开了一个特出的会议 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呢 都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君王 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 谁是历史上最委屈的皇帝 这会议开始啊 马上就有一个人跳到了台上 说我是世界上最委屈的皇帝 大家定睛一看呢 哦原来是唐高祖李渊 李渊就说呀 说我是最委屈的 大唐的江山明明是我打下来的 最后却全算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身上 我太委屈了 这时候下面呢 就有人频频点头 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说你李渊确实是唐朝的开国皇帝 这点不假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 你却是优柔寡断 搞平衡 最后被人赶下了台 说起来呀 你也不冤 又有人说 李渊呀 你喊什么冤 你的江山最后还不是传给你的儿子了 你儿子抢了你的功劳 你还有什么可抱怨呢 你这样哪有一点长辈的样子 这话说吧 大家就开始哄笑 李渊呢也就有点不好意思的走下了台 这时候又有一个皇帝跑上台 说李渊不冤 我才是真正的冤 大家一看 原来是隋阳帝杨广 杨广说 大家说说 我做那些事 哪件事做错了 后世的人却说我是暴君 还说我是昏君 大家给我拼命理 我是不是最冤了 这时候下面有人马上接着说 说杨广啊 说你是昏君 确实是有点冤 但说你是暴君 一点也不冤 你做的那些事 什么修运河呀 伐高丽呀 这些事呢 说起来也都不是坏事 但是你错就错在都放在一个时间做 最后导致大隋朝过劳而死 你也是罪责难逃 说起来你也不冤 说完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杨广在台上憋红了脸 还想争辩几句 但最后还是在大家的哄笑声中 不情愿的走下了台 杨广刚一下台 又有一个皇帝穿上了台 大家一看 是秦始皇嬴政 始皇嬴政上台就喊 他们都说秦王报政 这话我不服 话音未落 就有一个人站起来 大声斥责道 说嬴政 在你治下 男人立更不足良想 女人纺织不足衣服 劫天下之才 以滋汝入政 使得百姓一牛马之一 食犬口之食 再加上你的言行酷法 一人犯罪 灵理连坐 天下苦勤久矣 你还有什么资格还冤 秦王嬴政被问在当场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这时候有两个航武出身的皇帝 一个是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豫 另外一个是南齐的开国皇帝肖道成 两个人跳上了台 没等秦王嬴政反应过来 就把他架了下去 当时场面是一时混乱 混乱中呢 不知道是谁还踢了秦王嬴政一脚 秦王嬴政转头一看 原来是汉高祖刘邦 秦王嬴政大怒说 好你个刘邦 你躲我江山还不行 还要踢我的屁股 老夫跟你拼了 然后挣脱了禁锢 就冲向刘邦 刘邦一看 磨头就跑 这时候台上突然传来了一个威严的声音 说秦王嬴政 你扰乱会场秩序 保安何在 把他给我嫁出去 大家转头一看 原来是这次会议的轮值主席 汉武帝刘彻 秦王嬴政就更加不服了 大喊道 你们都姓刘 你们刘刘相顾 这件事情太不公平了 大家看到了吗 我确实是历史上最冤的皇帝了 只可惜他的声音是越来越弱 因为他已经被嫁出了会场 会场稍稍安静 这时候一个微弱的 有点嗡声嗡气的声音 从会议的一个角落里传来 大家却听了为之一颤 这个声音说道 我才是最冤枉的 我就是喝酒喝多了 和自己的妃子开了个玩笑 结果就被人用被子给闷死了 你们说说 你们还有谁比我更冤呢 众人望去 看见在会议的一角 一个人从被子里探出头 在那里似乎在申诉 又似乎是在喃喃自语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东晋的第九位皇帝 晋孝武帝司马耀 众人看着司马耀那悲伤的样子 怀着沉痛的心情 对他投语了同情的目光 最后这次会议提前结束 无可争议的司马耀被评为 中国历史上最委屈的皇帝 今天呢 就跟大家一起聊聊 这位晋孝武帝司马耀 在这部剧里呢 他的名字叫马耀 就是女主人公王福的舅舅 那个一直生病 后来可能死于皇后之手的 那个悲催的皇帝 司马耀呢 是东晋王朝的第九个皇帝 在他之后的两个皇帝 锦安帝和晋公帝 就是东晋王朝的最后两个皇帝 也是最后死于刘豫之手的 那两个皇帝 和东晋王朝其他的十一个皇帝比起来 司马耀呢 应该还算是有所作为的皇帝 不管怎么说 在他执政期间打赢了匪水之战 权力呢 也是在东晋王朝开创以来 第一次回到了司马市的手里 仅这两点 说司马耀是一个贤明的皇帝呢 一点也不为过 当然准确来说 他应该算是半个贤明的皇帝 在后来取得权力以后呢 他就开始放纵自己 最后招致了杀身之祸 这个呢 咱们一会再说 不管怎么说 司马耀是一个不平凡的皇帝 他的不平凡呢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 因为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要从他的父亲 晋简文帝司马玉开始说起 晋简文帝司马玉 在他还没有登上皇位 还是会计王的时候 那时候呢 他四十多岁 他有一个很大的苦恼 是他没有了儿子 他曾经有过五个儿子 但是呢都先后的夭折了 苦于无子的他就找了一个叫护迁的相使 给他看看他命中到底有没有子 护迁给他献了命以后就对他说 说王爷您命中有两个儿子贵不可言 其中一个将是王朝的忠兴之主 司马玉呢听了很高兴 回头呢就和他的那些宠妃们一起辛苦的工作 一起探讨生命的意义 希望能够拿出一个像样的学术成果 可惜啊 几年过去了仍无所出 这时候司马玉呢 年龄已经慢慢的大了 这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 要是还像以前那样的广众博收 明显已经是力不从心 于是呢 他又找来了一个相使 让这个相使来看看他的这些妃子里 哪个能为他生儿子 一旦确定了哪个妃子能生儿子 他在有重点的和这个妃子探讨生命的意义 也就是说从广众博收改为了精庚细作 于是这个相使就看了一圈 司马玉就让他的妃子一个一个的从这个相使的眼前走过 最先走的一批是司马玉的宠妃 相使看了以后呢 没有作声 只是摇了摇头 这些都不行 再下一轮呢 就是一些比较低级的妃嫔 相使看了看又摇了摇头 还是不行 司马玉这时候就有点着急了 就问相使说这些妃嫔不行 难道说我命中无子吗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相使的眼睛突然一亮 指着远处无意中走过的一个女子 大声的说就是她 司马玉文言也望过去 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中难难道这个女人长得怎么有点辣眼睛啊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 这个女人姓李叫李玲蓉 当时她是宫里的一个干粗活的宫女 本人长的是又黑又壮 所以宫里的人呢都管她叫昆仑女 说起这昆仑呢不禁又要稍微的跑一下题 这个昆仑女呢和昆仑山没有任何关系 昆仑在古代除了指昆仑山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黑 所谓昆仑女就是长得比较黑的女人 一说起昆仑啊 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了唐朝的昆仑奴 比如说在几年前上映的长安十二时辰中 就有过关于昆仑奴的描写 昆仑奴的意思实际上指的就是黑奴 不过这个黑奴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 来自非洲的黑奴或者说不全是 据史书记载啊 大部分的昆仑奴来自于林仪以南地区 所谓的林仪就是现在的越南中南部 就是现在的爪哇人呢马来人呢 他们身材比较海小皮肤比较黑 他们大部分呢是来自于当时的国际人口的买卖 那些国际商队啊在当地掳掠或者是贩卖过来的奴隶 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印度 就是印度人中比较黑的那个种族 就是达罗匹图人 再有一部分呢就是来自于北非 那是一些皮肤更加黑 身材更加高大的奴隶 在唐朝啊达官贵人们有一个特殊的标签 就是要拥有昆仑奴辛罗毕和菩萨蛮 你拥有了这三样才证明你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所谓辛罗毕呢就是来自于朝鲜半岛的奴婢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非用 当时辛罗国的很多的年轻女人都是到唐朝去做奴婢 所谓菩萨蛮呢 菩萨呢在唐朝呢是美女的意思 蛮就是蛮仪的意思 实际上指的是那些来自于一个蛮帮小国的那些美女们 那些来自于非洲和印度的那些昆仑奴 他们是怎么来到了唐朝呢 这是因为唐朝那时候对外交往的活动比较多 各国的使团商团经常往来 而这些使团商团中呢就有很多的黑人奴隶 他们有的呢后来就在唐朝定居下来 比如说那些来自于北非的奴隶 他们大部分的是由阿拉伯帝国的使团商团们留下来的 阿拉伯帝国在征服非洲的时候呢 掳掠了大量的黑奴 这些黑奴呢又通过阿拉伯与唐朝的经济文化的交往 一部分呢就留在了唐朝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昆仑女李玲蓉 她是不是黑人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 她就是汉族中长得比较黑的那类人 因为那时候是在东晋时期和唐朝还差着三百多年的历史呢 那时候的对外交往 不管是深度广度都不能跟唐朝相比 再有一个李玲蓉后来的子孙中 像我们现在说的晋孝五弟司马耀和他的弟弟司马道子 在史书上呢都没有记载说他们二人身上带有什么非洲的血统 因为李玲蓉如果是黑人的话 那么这种强大的遗传基因一定会遗传给他的后代的 司马玉看到像是给他指出的能给他带来儿子的女人 竟然是这个李玲蓉 心里呢不禁是哀叹一声 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 毕竟要儿子是大事 所以当晚司马玉就特别委屈的去给李玲蓉侍寝 不对是让李玲蓉给他侍寝 反正都差不多 他心里的是万般的不乐意 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李玲蓉的运气是非常的好 哎这字幕没打错就是这个孕子怀孕的孕 司马玉在和他进行了几番深入的学术探讨以后 结出了非常丰硕的学术成果 二男一女 二男一个是后来的晋武帝司马耀 另外一个也是后来全清一时的他的兄弟司马道子 一女是薄阳公主 后来嫁给了王岛的曾孙 在司马玉52岁的时候呢被当时的权臣还温拥立做了东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 他的长子司马耀也被册封为太子 而司马耀的母亲这个李玲蓉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封赏 还是继续做他的宫女 因为在司马玉的眼里李玲蓉不过就是个生育机器 司马玉这皇帝当的别提多憋屈了 他之前的皇帝就是被桓文给废的 所以呢他也时刻担心着桓文会把他废了 这样恐惧的日子不过持续了250多天 司马玉就得到解脱了 在他病重行将去世的时候呢 他竟然跟桓文说 让桓文效仿周公摄政 他的儿子当时的太子司马耀如果能够辅佐你就辅佐 如果觉得他不堪大用你可以把他废了自己当皇帝 这等于是要把东晋的江山交到桓文的手里 当时主政的另外两位大臣一个是谢安一个叫王坦之 这个王坦之呢并不是琅琊王室的人 而是出自于太原王室 当时王坦之当着司马玉的面就把这个移昭斯的粉碎 说东晋的大好江山你怎么能说给人就给人呢 当时司马玉却说我司马家得到天下不过是幸运而已 现在给了别人又有何妨 但是最后司马玉还是拗不过这两位大臣 就改变了一招 立太子司马耀为皇帝 桓文只是辅政大臣 这个决定呢 让在家里等待着做皇帝梦的桓文是大失所望 后来在司马耀登记以后 当时司马耀还非常的年幼 桓文是大权独揽 司马耀的日子呢过的也是非常的憋屈 说起这东晋的皇帝啊 东晋以前我说过总共有十一位皇帝 但是这些皇帝啊 基本上寿命都不长 图了晋元帝司马赵和这位晋简文帝司马玉 以及他的儿子晋孝武帝司马耀活到了四五十岁以外 其他的那些皇帝基本上都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驾崩了 所以对于东晋司马氏这些皇族人员来说 登上皇位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比较体面的慢性自杀的方式 因为做了皇帝又没有实权 还经常的被那些全臣家族们摁在地上不停的摩擦 所以啊日子过的是要多憋屈有多憋屈 再加上有的皇帝因此就自暴自弃去迷恋服用那些丹药什么 像晋暮帝司马培就是和他的皇后两个人一起吃丹药 最后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就双双的被毒死了 晋简文帝呢算是年龄比较大的 但他年龄大呢因为他一直做的是王爷 当了皇帝以后不到二百五十天就挂了 晋孝武帝司马耀登基以后呢 马上就开始给他的生母李玲荣进行册封 从淑妃贵人夫人一直到了皇太妃 等于是把他母亲以前该得的但是没有得到的封号 这次全部都封给了他的母亲 李玲荣也就由此完成了从一个卑贱的小宫女到皇太妃的逆袭 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的经历和李玲荣特别的相似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辽朝的亲爱太寿萧闹金 萧闹金是树绿萍的弟弟萧阿古之的武士孙女 他进宫的时候 当时的辽国的皇帝是辽圣宗耶律龙旭 耶律龙旭就是萧卓萧太后和辽颈宗耶律贤的儿子 而这时候当朝皇后就是萧菩萨哥 也是韩德让的外甥女 当时是身得圣宠 史书上记载这个萧闹金是皮肤幽黑而且狼氏 就是说他的目光像狼一样的犀利凶恶 到了耶律龙旭的时代 萧闹金的家族呢 已经没有往日的风光 所以呢 他进宫以后也只能当一个一般的宫女 他的工作主要就是侍候萧嫣嫣萧太后 有一天呀 他在收拾萧太后的床铺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了一只金鸡 史书上没有说这个金鸡是生的还是熟的 是活着的鸡还是金子做成的鸡 反正啊 他发现这只金鸡的时候呢 正好外面有人进来 所以呢 在慌忙之中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这个金鸡吞了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吞了这只鸡以后 发生了基因突变 萧闹金的皮肤突然变得白皙光洁了起来 所谓是一白遮白丑 萧闹金的容颜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件事情呢后来就让萧卓萧太后知道了 萧太后觉得这个女人一定是不同凡响 而且正好这时候 耶律龙婿和萧菩萨哥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夭折了 皇后萧菩萨哥也没有再生出儿子 所以呢 萧太后就命令萧闹金去给耶律龙婿侍寝 期望能够生出儿子来 萧闹金的运气也是非常好 没多久就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耶律宗贞 一个叫耶律宗元 萧闹金也被晋升为了元妃 但是他的长子耶律宗贞却教育了 萧菩萨哥进行抚养 作为太子来培养 后来在执政了长达47年以后 耶律龙婿驾崩 临终前他立下遗诏 封萧菩萨哥为皇太后 萧闹金为皇太妃 立耶律宗人为新的皇帝 但是萧闹金认为自己是皇帝的生母 地位应该在萧菩萨哥之上 他也曾经跟萧菩萨哥说过 说现在这个老东西指的就是耶律龙婿 说现在这个老东西已经死了 再没有人宠你了吧 所以在耶律龙婿驾崩以后 他就自封为皇太后 给自己上一个长达12个字的嗜好 这个嗜好太长我也记不下来 但是大概意思就是仁孝慈啊 然后就是好好好好好 就是这么一个不着调的一个嗜好 后来他还多次的跟已经继位的刘兴宗 耶律宗贞 说萧菩萨哥意图谋反 耶律宗贞根本就不信 而且耶律宗贞因为从小是被萧菩萨哥抚养长大的 所以对这位善良又仁慈的嫡母感情非常好 他也跟萧闹金说 说皇太后无子 岁数也大了他侍奉先帝这么多年 咱们就不要去难为他了 但是萧闹金还是不肯罢休 后来有一次趁着耶律宗贞春季狩猎的时候 派人去了上京逼迫着萧菩萨哥自杀 萧菩萨哥就对过来逼他自尽的使者说 我本是无辜的这点天下皆知 可不可以等我沐浴以后再行资金呢 这位使者同意并退了出来 等到使者再回到大殿的时候 萧菩萨哥已经自杀 这位大辽国最强盛时期的皇后 也是辽圣宗耶律龙旭最爱的皇后 临死依然保持了作为一个贵族的尊严 逼死皇太后萧菩萨哥以后 萧闹金并没有就此收手 她利用自己的权势大量的提拔她自己的亲信 使她的党羽遍布朝内 同时她也废除了一些当年由萧燕燕萧 萧太后和耶律龙旭共同推行的一些好的国家政策 使得朝政混乱 而且她与当时的皇帝刘兴宗耶律宗贞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僵 她总是觉得耶律宗贞是萧菩萨哥抚养长大的 和她没有什么感情 所以呢她就鼓动耶律宗贞的弟弟耶律宗元造她哥哥的烦 让他们骨肉相残 耶律宗元没有听她母亲的 还把这件事情悄悄的告诉了她的皇帝哥哥 于是辽兴宗耶律宗贞就发动了一场宫廷的政变 铲除了萧闹金在朝中的党羽 而且把萧闹金贬为庶人 让她去守皇陵 后来过了几年耶律宗贞又觉得这样对待自己的生母于情不忍 于是呢她又把萧闹金接了回来在宫中奉养 但是萧闹金对此事并不领情依然在宫中是抱怨不断 后来耶律宗贞病重不治驾崩死在了萧闹金的前面 当时耶律宗贞的皇帝呢非常的悲伤哭的气不成声 萧闹金却是全无反应 而且还很诧异的问这位皇后说你还这么年轻哭什么 虽然说基因突变带给了萧闹金一个还算不错的容颜 但是唯一不变的可能还是她那个狠事的眼神 她心中的戾气也从未减少 新皇帝辽道宗耶律宏姬继位三年以后 萧闹金驾崩 走完了她这个戾气冲天的一生 像这些对周围的人和环境啊充满仇视充满负面情绪的人呢 最终会对她周围的人造成伤害 而她自己也一定不会幸福不过这些也是她应得的 在这一点上李玲蓉就比萧闹金要明智的多 李玲蓉的皮肤虽然还是那么黑 但是呢她不争不抢 安守于自己的本分 最后她的儿子当了皇帝 她的孙子也当了皇帝 她从准皇太后变成了太皇太后 虽然最后晚年经历了丧子之痛 但是总的来说她的晚年比萧闹金要好很多 所以啊还是咱们经常说的那句话 面黑不要紧但是心不要黑 咱们接着说禁孝武王 禁孝武王登基以后就面临着环温的专权 但是他也有自己最有力的反击武器 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年龄 他斗不过环温 但是他能够耗死环温 环温的身体呢一直就不太好 在他病情加重的时候呢 他曾经希望能够让皇上给他加酒息 当时他的权势仍然很大 所以谢安就假意的答应 但是一直就拖着不办 谢安的策略和司马耀是一样的 就是要耗死环温 果然没过多久 环温就在司马耀跟谢安等人的殷切的目光中 被活活的耗死了 环温死以后 谢氏家族开始掌权 那时候大概是公元383年 前秦的父兼率80万大军来犯 谢安命令他的侄子谢玄 作为主将领兵据敌 最后在肥水之战中大败前秦军队 在东晋的司大家族中 谢氏家族应该说他们是口碑比较好的 这个家族并没有什么非分之下 对皇室也是比较忠诚 而这一切都和谢安本人的性格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 谢安本人就是一个有着比较强烈中军思想的一个人 这点和其他的几个家族有很大的不同 肥水之战以后 司马耀和他的弟弟司马道子就开始想办法削弱各大士族的权力 所以不免就和谢氏家族的掌门人谢安产生了矛盾 谢安不愿让这种矛盾激化离开了这个权力中枢带兵北伐 由于心情忧郁不久就去世了 谢安去世以后 谢氏家族从此一蹶不振 权力就被司马耀和司马道子收回到了自己手里 东晋开国以来权力这才第一次的回到了皇族的手里 得到了权力以后的司马耀就开始了放飞自我 他就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享有一番作为的年轻的皇帝 而变成了一个每天都陶醉在英歌厌舞中的中年游泥男 司马耀有一位皇后 这个皇后呢确实也姓王 不过她并不是出于狼牙王室 而是出于太原王室 她的名字叫王法慧 这个皇后当年还是谢安为她选的 谢安见过王法慧的哥哥王公 也深知她的父亲王韵的为人 谢安对这两个人的印象非常好 所以呢也就自然的推断 他们的女儿或者是妹妹应该也很不错 于是她就立主让王法慧做了司马耀的皇后 不过这次谢安看走眼了 她不知道这个王法慧这位王皇后还有一个要命的嗜好 就是她酗酒 基本上没有一天是清醒的 后来司马耀就和她的皇后经常一起喝酒 到最后司马耀实在受不了了 还向她的老丈人王允抱怨 王允呢也劝过她的女儿 但是呢效果不大 最后王法慧皇后很早就病逝了 可能是因为酗酒的原因 当时她去世的时候只有21岁 王皇后去世以后司马耀并没有再立新的皇后 这时候她的宠爱全集中在了一个女人身上 这个女人就是张桂仁 司马耀和张桂仁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而走到了一起的 他们两个人都爱喝酒 有一次司马耀和张桂仁一起喝酒 司马耀喝醉了 据说这个张桂仁是谦卑不醉 司马耀可没这么大的酒量 这一次司马耀就喝醉了 喝醉了以后他就说了一番话 这番话最后也要了他的命 他和张桂仁说说你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 人老朱黄 而且呢还没有儿子 我现在就喜欢一些年轻的女人 我明天就废了你 司马耀其实就是想开个玩笑 可能他希望张桂仁对他撒个娇什么的 然后哈哈一乐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 但是没想到张桂仁对这件事情可是真的当真了 他可不想失去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这天晚上因为司马耀已经喝的酩酊大醉 就下榻在了张桂仁的宫里 张桂仁用酒灌醉了司马耀随行的宦官们 然后命令他手下的那些侍女工女 用几层被子活活的把尽孝武帝司马耀给捂死了 司马耀这次也算是如愿以偿死在了温柔乡里 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 张桂仁就对外发不说 皇帝是在梦里做噩梦而突然驾崩的 这种说法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可疑 但是呢在当时并没有人去追查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司马耀开始酗酒以后 权力就已经转到了他的弟弟司马盗子 而司马盗子又把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司马原贤 这时候长大权的是司马原贤 他巴不得司马耀早死 所以即使他怀疑这件事情有可疑 他也不愿费力去查 而继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 大家也知道他是一名严重的智障患者 也根本就没有能力去追查他父亲的死因 所以最后司马耀死于噩梦之中的死因就被盖棍论定了 司马耀就这样死的不明不白 而杀害他的凶手依然是安享富贵 晋简文帝司马玉也就是司马耀的父亲 在他还做藩王的时候 有一次出游他无意中看到了一句称语 叫晋作晋昌明 当时呢他并没有特别的留意 因为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藩王 晋国的命运他并没有什么决定权 后来在李玲荣怀着司马耀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司马玉做梦 梦见了一位仙人 这位仙人告诉他说 你将有一子 你要给这个儿子取名为昌明 后来司马耀出生的时候正直黎明 他的父亲司马玉也按照仙人的嘱托 给司马耀取了一个字叫昌明 这个时候他已经全然忘却了曾经看到过的这句称语 一直等到他当了皇帝 他才想起了这句称语 这时候后悔已经完了 后来民间又有高人根据晋作晋昌明这句成语 又推演出了第二句称语 叫昌明之后应有二帝 这时候大家可能会怀疑我是不是在说什么玄虚故事呢 其实我说的这些还真不是虚妄之言 这些都是出自于晋书孝武帝纪 实打实的史书 因为相信昌明之后应有二帝 这就是为什么刘豫在杀了晋安帝司马德宗以后 并没有急于登基 而是又立了他的弟弟晋公帝司马德文为帝 在最后完成了这句应有二帝的称语以后 刘豫才放心大胆的登上了皇位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西晋到东晋 这司马家的这些个皇帝 除了最初的晋武帝司马炎 以及刚才说到的晋孝武帝司马岳 一段时间掌握了权力以外 其他的司马式的皇帝在皇位上做的都不安稳 可以说是如坐针毡 这或许和最初他们司马家的德国不正有关系 所以说还是那句老话 是你的就是你的 抢来的东西终归不是你自己的 有时候当你顺着梯子费尽了千辛万苦爬到了顶端的时候 才突然发现梯子搭错了墙头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